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们要引用的文章来自Nikki Asia 日经亚洲 作者就是著名的钟泽克尔 钟泽克尔是日经在北京记者站的站长 也是非常资深的社论和评论的撰稿人 而且他在2014年在著名的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 他获奖了 这也是比较知名的一个奖项 那他写文章 尤其是在秦刚 傅小田 这样一个兼具新闻 八卦 色情 暴力 谍报 色彩的 这样一个敏感事件的时候 他出手 那肯定是不能被别人当成是造谣 当成是八卦 对吧 果然人家有了比较可靠的信息源 根据好几位熟悉中国 俄国 美国外交事务的 中共高层官员向他透露 那这一次秦刚和傅小田的事情 有人插一脚 那就是普京 当然我也说普京啊 好多观众的这个八卦的心啊又起来了 跟隆隆打一个冷战 兴奋了 比喝一百杯咖啡还兴奋 为什么 难道你觉得是傅小田跟普京有一腿吗 没有 没有发现这个迹象 我们觉得傅小田搞这个东西 目前还是段位没有这么高 他不像邓文迪似的 搞这个 搞那个 搞完媒体大亨莫多克 最后还搞下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而且这个邓文迪啊 趁着老莫出去出差度假的机会 把布莱尔叫到他和老莫的庄园 共度凉宵 而且和他共度凉宵的时候 还把这个布莱尔的身体部位 用非常不流利的英文写在日记上 屁股很圆啊 很尖啊 很挺啊 怎么怎么样 这一切啊 最后都被老莫安插的 在庄园的服务员啊 都给发现了 都给记录下来了 但今天不提等文迪 我刚才讲这些都是有据可查 都是媒体报道的 而且是老莫自己的媒体 《华尔街日报》当年报道出来的 这个啊 邓文迪啊 文迪姐那真是 头号中国女侠 我一度曾经想啊 向团中央建议 中国十大优秀青年 一定要颁给邓文迪一个啊 世界上出五个邓文迪啊 绝大部分的外交商业问题啊 对中国来讲都迎刃而解啊 但只说了一个太可惜了 今天不调邓文迪 聊一聊这个啊 日经新闻透露的 普京和青刚和傅小田的这个消息 他怎么说呢 今年夏天 中共的外长青刚突然消失 这里面是和俄罗斯的线报有关 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记得吗 俄国战争爆发以后 今年五月中共派遣了他前驻俄大使李辉 作为这个问题的特别大使代表习主席 访问了乌克兰 并且会见了乌克兰总理啊 总统斯林斯基 这个会晤表明啊 在一开始习近平力挺普京啊 外交部力挺普京的这个这个调子上 貌似中方要变态度啊 而且李辉出访的时机 正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队 发起强劲的反共之际 更关键的是 在李辉作为习近平的特使 和泽林斯基见面以后 泽林斯基立即前往日本参加G7 七国集团的峰会 去G7开峰会的时候 必须经过中国的领空 必须在中国上空飞行相当长一点距离 那既然去中国 那泽林斯基的安全 飞机的安全 就不是乌克兰方面说了算了 那他就是中国方面说了算 那这样的话 法国政府既然派飞机去接泽林斯基 就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法国政府事先与北京沟通 获得了泽林斯基飞越中国的许可 同时也获得了北京的安全许诺 就是泽林斯基飞过北京上空 不会有问题 那这种种迹象 让俄罗斯的普京大地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恨在骨子里 那同时他也看到 北京开始在俄乌之间斡旋 希望俄罗斯能配合 在种种事情上 都开始 貌似开始中立 不再力挺俄罗斯了 尤其是在中国护航的G7峰会上 泽林斯基抨击了俄罗斯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支持 这样的结局 让普京感到不妙 所以他一定要把习近平 把中共把北京拉到俄罗斯的战车上 绝对不能让他转向支持乌克兰 但是这个时候说实话 乌鲁偏逢连英语 你最怕来什么 他就偏来什么 俄罗斯在扔扔打着呢 中国正在转向 普京的当头一棒来了 那就是厨子 瓦格纳集团的头目 普里格金发动了一场短暂的叛乱 那普里格金也是普京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那这个事情出了以后 让全世界看着俄罗斯摇摇欲坠 中方也觉得俄罗斯你行吗 我挺你 别挺错了 是吧 我已经把我的身家性命 国际生育 联合国常任离世国的地位 我都压在你身上了 普京也是最紧张的 所以当时 我的估计 这不是这个日经说的 普京一心要拉住习近平的心 比打赢俄乌战争都重要 那这个时候 普京决定出手了 出手谁呢 那就是打习主席 亲自提拔上来的 驻美大使秦刚 为什么要打秦刚 是因为美国这个关系太重要了 秦刚当上驻美大使以后 也开始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开始变调 他说 原来的说法是中俄关系 背靠背 合作不上线 对吧 乐于成说的吗 对吧 后来秦刚改成了什么 没有上线 但有底线 大家听到没 记得吗 秦刚说了 中俄关系没上线 但有底线 有底线的意思就是 我不会全力以赴的 毫无保留的支持你 那这样的风声放出来以后 他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习近平的这个态度 因为否则秦刚哪敢自己讲 那他在驻美的这个里面 他是非常非常让世界震惊的 全世界都关注这种表态 那请那个普京听着心里就更不踏实 那就想完蛋了 要完蛋 那要改变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先要把水搅混 先要干掉秦刚 干掉秦刚 把中共新冒出来的这个外交部长 亲美派 要给他干掉 这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也符合普京的个人利益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俄罗斯派去了外交部的副部长 鲁登科 到了北京以后 当然也跟秦刚见面了 因为他是副外长 到北京来见外长 秦刚当时笑呵呵的 这个自信满满 觉得就是一场普通的会见的 结果他没想到 见完秦刚 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卢登科 就见了习近平 亲口告诉了习近平 你的外长秦刚 已经在美国被渗透了 请看我手里的这个硬盘 现在是我发挥的 这不是日经说的 完全可以想象 把卢登科 把俄罗斯手里掌握的机密材料 交给了习主席 交给了习主席 那从这里面看来 他绝对不仅仅是秦刚和傅小田的关系问题 中国老领导里面有这种关系的人多了去了 为什么要大动干戈 最后傅小田和秦刚的关系 只在秦刚最后得到这样一个后果的原因里面 占了可能不到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都不到 私生子的问题也是不到五分之一 因为这些地方有些技术分析 你比如说他虽然有个儿子 但是你是外交官的儿子 对吧 外交官的儿子在美国 并不完全适用于落地就拿美国公民的这种法律规定 普通人可以 你在美国领空生一个飞机 飞越美国领空 在这生的都算美国人 但是如果你是外交官的话 不敢跟你保证 所以这个原来外界猜测说 因为秦刚和傅小田生了美国公民 中方怀疑将来一旦中美发生重大利益争端的时候 秦刚是美国人的儿子 那他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充满我们的国家利益 这些分析都是特别的下里巴人 特别的连续句话 你跟那个编剧似的这个智力和这个知识境界 你能这么理解 但是十有八九事情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秦刚原来曾经担任 外交部李宾思的司长 可以说 他跟习主席 除了晚上睡觉不在一块 白天都在一块 他跟习主席白天在一起的时间 超过习主席跟彭丽媛在一起的时间 李宾思嘛 对吧 上上下下 左右右 每个细节他都要参与 他熟悉习近平私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呀 很可能啊 把习主席的私生活的细节 秘密 告诉了 傅小田 傅小田是吧 人家很可能是 巴料间谍 人家也许是领薪水的间谍 也许是不领薪水的啊 也许是跟方方面面都有各种老朋友 老领导男朋友啊 对吧 他从秦刚这听到这些消息以后 他有意或者无意的 可能就把习近平私生活的方方面面啊 透露给了不该透露的人啊 这是什么 这才是 中共对秦刚这个事情下这么重的手的 这根本的原因啊 那你说领导人的私生活是不是重要 当然重要了 当然重要了 那当年那个 这个这个 最高领导人 你像美国总统啊 这个 这个苏联的领导人去中国 大家知道吗 人家那些 他们的这个 大内总管 这些保安 这些这个特安特勤局 连 马桶都从美国亲自带去 在酒店里面不用中国的马桶 你觉得奇怪 为啥不用中国的马桶啊 中国马桶不合格吗 难道他中国会在马桶里面 装摄像头 拍这个 总统的屁股吗 不是 不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啊 总统的 小便 大便 体业 里头 都能透露出他的健康信息 你比如说 正谈那个紧要关头 发现 哦 这孙子 有糖尿病 或者是发现这孙子 癌症晚期了 那 跟你谈到什么程度 怎么谈 是你的继任者是谁 带来的一系列反应 都会反映到 重大 关头的 重要决策里面 所以领导人的私生活 绝对是个大秘密 你看关于习主席 关于习主席 他的私生活 你不能多聊 你看咱们节目也不聊 但是首先原因是 咱不知道啊 不知道咱就不能瞎说 是吧 你看以前 重大的历史关头 说习主席 有多少个情人 怎么怎么怎么样 就这么个事 下了这么大的手 这么重的手 不惜 国际舆论 谴责 不惜 让别人说你 破坏一国两制 直接派人 把那个 铜锣湾的老板给抓了 这都是红线 这都是要命的事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还透露给了美国人 而且你这个女朋友 花枝招展 满面春风 到处泡面眼 到处使身段 他除了你以外 是不是还有别的男朋友 他都透露给了谁 这个事就成了一个 要命的事 所以啊 那实际上 在鲁登科 五月份 见了习主席 讲了这个事情以后 中共的 安全部 加上军方的 这个 总参 二部 实际上 就把他们最精锐的 力量 全部集中起来 调查青刚 在海外的事情 结果怎么样 一个月 就有了初步的结果 问题很严重 必须当机立断 然后 没办法 习主席 就当机立断 立马拿下了 秦刚 到现在还没有答复 全世界都在问 中国的外长去哪了 没人回答 所以目前看来 目前的这场 这个 这个好赌啊 是普京下了一个 大棋 傅小田和秦刚啊 这一对鸳鸯啊 真的是中了普京的埋伏 成为大国政治 成为宫廷政治啊 最 可惜的 一对牺牲品 特别可惜啊 特别可惜 所以基本上 这是这个日经 这篇文章的特点 那 连续有观众会问 那中方在美国 为啥没首先发现 让俄罗斯发现了 我告诉你 在很多地方 莫斯科玩外交 玩这个水面和水下的动作 黑白两道通吃 莫斯科 是老大 中国只是小学生 今年 大家知道吗 今年 这个我看到了一些 这个这个消息 美国联邦调查局 的局长 克里斯托弗瑞 公开对媒体讲 在美国的俄罗斯 间谍数量太大 他们 全力以赴 策反美国的相关官员 进行 一系列的 对美国的 情报搜集 间谍招募工作 美方已经有点 吃不消了 人太多 搞不动 太大 他说 我们不断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是对各种方式阻止 预防和破坏它 但仍然 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 俄罗斯 在美国的间谍 对我不成比例的庞大 不成比例的庞大 这个 大家记得吗 我只举几个例子 美国那个间谍 美国那个 反水的间谍 那个 小伙子 斯诺登 斯诺登 跑出美国以后跑哪去了 跑俄罗斯去了吗 对吧 你看 那不知道给俄罗斯提供了多少的 这个最机密的这个材料 还有我们那个节目 专门做过一期 这个节目 大家记得吗 那期节目 观看量很高 题目就是 普京啊 根本碰不到核按钮 因为美方 在克里姆林宫 有自己的人 不会 让 普京 最后 能够发射核武器 为什么 是双方 最高层的谍爆战 是十分的惊险 俄罗斯 在美国最高级别的间谍 叫汉森 今年七月份 在监狱里去世了 他去世的时候 我记得我还做过一期节目 这个汉森啊 是干啥的 汉森是FBI 专门负责 对苏联的情报侦查的主要人员 你看 他干的就是对俄罗斯 对苏联的情报侦查 很多人员部署 间谍的这个网络设置 都是他干的 但同时他就是俄罗斯的间谍 因为这个事情 2001年的时候 汉森在美国 弗吉尼亚州被FBI逮捕了 一直关到现在 那从1985年起 到他被捕 2001年 这是几年 16年 汉森向俄罗斯提供了27封邮件 22个邮报 其中有6000页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绝密资料 内容涉及情报收集 窃听技术 各方战略 以及在俄罗斯的 美国间谍名单 甚至包括美国核武器的发展计划 电子侦查技术最新的进展等 绝密情报 他这个汉森啊 作为俄罗斯的间谍 对美国情报工作 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最严重的是 经他的手向俄罗斯泄露的 藏在克里姆林宫 藏在俄罗斯最高情治部门周边的美国间谍 都被俄罗斯后来判了死刑 其中有苏联的克格勃 就是当双变间谍的都给干死了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汉森啊 当了这么长时间双变间谍 甚至通过了FBI测访部门 亲自对他实施的这个测谎 这个测谎一切都没测出来他 不过anyway 这话他还是给抓住了 所以这个俄罗斯啊 更不用说那个美女间谍了 大家记得吗 那个美女间谍 那个女孩叫这个安娜查普们 那这个最后被美国给驱逐出境了 也是利用当实习生 到非盈利机构 什么这支库那支库 当实习生组织一些活动 在美国开始搞 他只是千千万万 俄罗斯在美国的间谍之一 他出去以后被驱逐以后 还和斯诺登眉了眼去 觉得他们俩是天生一对 俄罗斯啊 这个当时这个逃亡的这个斯诺登 还公开向他求爱 两个人啊 这个打情骂俏在网上 也是当时的一个壮观 很壮观 我刚才讲了这些有的没的啊 集中一点就是说 美国啊 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谍报战 俄罗斯绝对是一线高手 中国啊还在学 俄罗斯提供了最初的这个宪报以后 中方才动员全部最精锐的力量 查傅小田 查秦刚 才算捡了一个漏 才算把啊 傅小田和秦刚啊 这个这个事儿 给他按下了啊 那习主席到底有 还有哪些个人的秘密啊 被傅小田透露给了美方 这个咱们都无从知道 很可能是个永远的谜啊 但是啊 从这个 我刚才讲的这些著名的案例来讲 如果最后啊 定性秦刚本身就射谍啊 本身就是一个双面谍的话 他被判死刑的可能都有啊 秘密处决的可能也有 那傅小田就更不用说了啊 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 秦刚只是中招 对吧 他只可能只是泄露了机密 不敢想象秦刚会主动找谁 去交换情报 对吧 但是主动交换情报 把它当成一个职业 严格的按间谍法 按国家安全法来界定 傅小田是跑不掉的 恐怕 那这样的话 哎呀 就可惜了秦儿 这个孩子既没了爸 也没了妈 人生啊 都有很多的跌宕起伏 但没想到这孩子 这个跌宕起伏来得太早 他还不会说话 还认不清周围的任何谁谁谁 老爸风流倜傥 中国冉冉上起的政治新兴 老妈 风姿戳越 一带天骄 一个大美人 怎么样 本来迎接他的是一片美好的生活 现在好吗 他还没明白世间怎么回事呢 就让自己的爹妈搞得七婚八素 听着也是特别的可惜 今天就先聊到这 我诚挚的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一大早给大家带来 关于秦刚 傅小田 以及普京 最新的 这个进展 作者啊 是日经亚洲的资深媒体 所以现在一帮资深媒体人 权威媒体 也都纷纷介入这个事件 纷纷介入这个事件 一轮又一轮的来吵 就跟前几天 这个Potico政客杂志 炒作秦刚 已经挂了这个事一样 最新消息 说这个事件和俄罗斯 和习主席私生活有关 那这一切 我估计啊 跟他们爆料的是同一波人 他们的心态就是 要倒逼 两个事情 第一倒逼 说秦刚到底怎么了 党内需要知道 他们也想知道 对吧 再一个 就是说党内斗争 到底有没有底线 我们想知道底线在哪 这个 从哪能看出来最好的案例 就是秦刚 就是秦刚 那我上期节目也说了 当年中国的元老陈云啊 定下了四条基本原则 不是那个改革开放什么的 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个啊 是党内斗争的思想基本原则 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搞人身消失 不能搞肉体消亡 那样的话 就没有底线了 就后代建了不好说话 那现在秦刚他就是没了 你看 现在风声炒作的这么紧 他就是没了 那 你说让党内这些人 是不是很担心 尤其是很多涉外的 这个部门 他更担心 我给大家说啊 现在你到国内去开会 你要是海外回来的可麻烦了 领导就只能跟你在会议室里 一大方人见面啊 他绝对不会单独跟你在开个什么会 吃个什么饭 就要了命了 那说不清道不明 随时被栽上泄漏机密的风险 所以现在这个啊 中方的这些涉外的部门 很多人也是采取一个 躺平的态度啊 躺平啊 不敢乱动 因为也不知道最后秦刚 你到底犯了啥事 他很有可能没犯啥事 和大家一样 无非就是交了个女朋友啊 枕头边上春秋逼 说自己知道西出西这 知道西出西那 是吧 然后啊 那个乱交了一些朋友 那最后搞得这么个结局 所以他们也是想倒逼出 秦刚这个案子的细节 走向 结果到底怎么样 然后他们才能知道自己 安生立命的这个尺寸 怎么来把握啊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分析 请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 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普京大帝下了这步棋 你是怎么看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